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一名北京出生的中国以色列混血女孩 诺亚当时正在以色列南部参加一个和平音乐节 恐怖分子绑架了她 并把她从以色列拖到了袈裟 她是女儿 是姐妹 也是朋友 虽然以色列驻华大使馆用尽了各种煽情的词汇 来向中国网民描绘这个以色列女性 比如北京出生 终以混血 和平音乐节的听众 以及女儿和朋友等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语 由网友找到了更多关于诺亚和她当时参加的那场音乐会的碎片资料 而通过这些碎片信息的拼凑 大家也逐渐看清了隐藏在以色列驻华大使馆那条煽情微博背后的信息 首先 诺亚当时参加的那场以色列驻华大使馆 所谓的在以色列南部举办和平音乐节 其实真实举办地是在位于加沙隔离墙的靠以色列一侧 这场音乐节据悉是为了庆祝犹太人的传统节日祝鹏节而举行的一场庆典活动 而今年祝鹏节的持续时间是在9月29日到10月7日 而10月6日不巧又是赎罪日战争爆发50周年的纪念日 因此虽说她参加的这场音乐节是为了纪念犹太人的祝鹏节而举办的 但是这场音乐节的举办地点和举办时间毕竟是过于凑巧了 以色列人可能觉得这没什么好敏感的 但是同样的情况 在被囚禁在格力墙另一侧的巴勒斯坦人看来可未必就是这样了 和平从来就不是一个可以被单方面定义的词汇 尤其是巴以那片地方 以色列人眼中的和平对巴勒斯坦人而言往往就意味着苦难 再者诺亚虽然是个中乙混血儿 但是她今年已经25岁了 而且还曾经在以色列国防军中服过兵役 以色列的兵役制度堪称全球最严格 即便是女性公民 只要年满18岁也必须入伍服役至少两年 两年期满之后转入预备役 如果以色列政府和军方有需要 她身为预备役人员随时还得再扛起枪顶到火线上去 以色列对双重国籍抠得没那么死 不管你在身为以色列公民的同时 手上有没有拿着另一个国家的国籍 只要你年纪到了能按时回来服役 遇上事了你能顶上去就行 但我们中国的情况不是这样子 中国是不承认双重国籍的 不管你的父母是不是中国人 只要你在成年之后选择了外国国籍 那么我们就会默认你已经自动放弃了申请中国国籍的机会 这时就算你的身上流淌着一半 甚至是全部中国人的血液 你也不是又或者说不再是一个中国公民了 而就目前所能了解到的有关诺亚的情况来看 很显然她并不是一个中国公民 否则也不至于都成年了 还跑去以色列国防军参军服役了 同样是18到25岁这个年纪 如果是在中国 我相信参加过音乐节的中国女孩子或许不在少数 但是像诺亚一样又当过兵 又跑到敏感地区去禁歌热乳的 这种人你就是鼠遍中国 恐怕未必也能找出几个来 而在以色列驻华大使馆披露了 有关诺亚可能遭到了哈马斯的俘虏的情况之后 我们国内有些媒体也循着这条新闻线索进行了深入挖掘 其中两家比较具有代表性的都是广东的地方媒体 一家叫阳城晚报 一家叫南方都市报 真好还都是我比较熟悉的媒体 我后来去找了这两家媒体的相关报道来看 结果发现了一些情况 他们都在报道中援引了一家名叫以色列中华商会的组织的信源 诺亚的年龄 绅士背景 血缘构成和当时参加的音乐节等情况 都是这个组织提供给他们的 除了诺亚的情况之外 这个以色列中华商会还向阳城晚报的记者提供了一位化名叫做徐荣的工作人员的说辞 据这个徐荣介绍 他住在特劳维夫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附近 而那恰好正是本轮巴以冲突中 哈马斯宣称要重点打击的优先目标之一 按照徐荣的说法 哈马斯一般会在晚上发射飞弹 导弹在空中被拦截时会发出火光 声音不大 就像二体脚爆炸一样 经常关注两岸新闻的同志或朋友应该知道 所谓的飞弹其实就是导弹 这个徐荣大概是把哈马斯发射的114毫米火箭弹给当成了导弹了 我虽然是个军盟 但在众多军迷朋友的多年熏陶之下 多少还算是有点军事常识 我起码知道哈马斯发射的火箭弹是无制导的 没有制导就不能被称之为导弹 不过考虑到他可能并没有像我一样的军迷朋友 而且平时也不怎么关注军事新闻 所以他把哈马斯发射的远程爆炸武器当成是某种制导武器 还是可以理解的 但我不理解的是为什么他要把导弹叫做飞弹呢 导弹是我们大陆的叫法 只有台湾省才会管导弹叫飞弹 这一点和你有没有军事常识也没有关系 你没有军事常识也不会嘴瓢把火箭弹说成飞弹 那么可能性就只剩下一种 这个名叫徐荣的以色列中华商会工作人员 搞不好就是个台湾省人 这个可能性引起了我对这家名叫以色列中华商会的组织的兴趣 于是我去网上找了一下他们的相关资料 结果发现他们并不是中伊两国之间的官方商会机构 现在上网倒是能搜到他们的官网 但是他们的官网和一潭死水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区别 其最新的一条活动新闻还是2019年9月25号的 而且还是转载的中国注意大使馆的官方消息 以色列中华商会的官网设计也很简陋 你在那上面基本上找不到有关他们的任何有用信息 官网弄得那么敷衍了失也就算了 关键是他们连个大重点的信息传播渠道也没有 除了电话和邮箱这种现在谁都来得去搭理的渠道之外 以色列中华商会在他们官网上提供的有效信息获取渠道 一共就俩一个是微信 一个名叫华人头条的综合类资讯发布平台 除此之外 无论是微博抖音 B站小红书 还是Twitter Facebook YouTube Instagram 这家以色列中华商会通通没有 而且微信就是微信还不是公众号 照着他们官网给的联系方式找过去 最后找到的是一个个人的联系方式 所以这条信息获取渠道基本上也就是个摆设而已 他们真正能称得上还算有点价值的信息获取渠道 其实只有一个 那就是那个叫做华人头条的冷门资讯平台 我在手机上下了这个平台的APP 最后确实找到了他们在该平台上的注册的官方账号 这个账号是比较活跃的 基本上每天都有东西发 而且发的也确实都是和以色列相关的资讯 尤其是在本轮巴以冲突爆发之后的这几天 这个账号的资讯更新频率更是高到离谱 跟的基本上也都是那些抨击哈马斯如何如何残暴 以色列如何如何可怜的消息 他们确实也在这个平台上提到了有关诺亚的情况 发布时间是10月8日的傍晚 而且他们所说的信息和阳婉还有南都报道的大差不差 从这一点上来说 阳婉还有南都的报道都算是有根据的 但是我对此还是有疑惑 而且疑惑恰恰就出在这个根据上 就目前我所了解的情况来看 诺亚是中乙混血儿这一消息最早还不是由以色列中华商会披露出来的 这个消息的原始信源应该就是以色列驻华大使馆在10月8日晚上8点发布的那条微博 然后过了几十分钟 以色列中华商会才在他们的华人头条平台上的账号里更新了有关诺亚的消息 如果我是阳婉或南都的记者在看到以色列驻华大使馆发布的那条消息 我要做深度报道的话肯定会优先尝试联系以色列驻华大使馆 要么是打他们的电话要么就私信他们后台 我怎么着也不可能知道在一个默默无闻的冷门资讯类平台上 居然还有其他知情方也了解诺亚的情况 更别说还在短短几小时之内就精确找到对方采访内幕消息 并且将其编辑成文还发出来 而且更加耐人寻味的是 现在当你在国内外主流的搜索引擎上输入 以色列中国商会这几个关键词的时候 以色列中华商会这家机构就会被展示的非常靠前 和跟以色列官方过从甚密的 具有以色列政府背景的中国以色列商会挨在一起 让不知情的人很容易把它当成是和中国以色列商会一样的具有政府背景的组织 但其实并非如此 谷歌咱们就不说了 一个关键词在什么情况下最容易被算法引导到你的网址那里 国内的搜索引擎用过的人懂得都懂 这以色列中华商会又不是莆田系的医院 你做什么要在搜索引擎上挂的那么靠前呢 总不至于说就是为了让阳婉和难度的记者 在挖掘深度消息的时候都翘好能够找到你吧 事情蹊跷到了这个份上 你也别怪国内的那些网友老是拿张雪峰那几句话出来反复念叨 真的我都看不下去了 如果事情只是到此为止 我也懒得就这么个选题来出一起内容 真正让我过意不去的 是我后来在网上看到的一个简中职人 就相关新闻发表的一条狗屁不通的所谓评论 以色列中华商会称 目前有四名中国人失联 此外还有两名中国人确认在哈马斯袭击中中弹 以色列的华人目前都在等待无精营救 这家伙在这里说的这些 在本轮巴以冲突中失联的中国人 倒是不包括诺亚 但是他给出的信源 还是那个以色列中华商会提供的 于是我又去网上找了一下 结果发现这几天 以色列中华商会这个名字 在本轮巴以冲突的大新闻背景下的出现频率 简直高得离谱 什么三名中国人中弹了 什么四名中国公民失联了 凡此种种消息 无一例外 基本都是他们提供的 我就奇了怪了 我们国内那么多媒体是找不到我们驻以大使馆的联系方式了 还是怎么着啊 为什么你们在报道本轮巴以冲突中 中国人在那边的情况时 全都要去管这个以色列中华商会要信息呢 他一个连底细都不清不楚 也没有官方背景的民间组织 有什么资格在这种情况下发布这些信息呢 这些情况难道不应该等我们驻以色列的官方机构 或权威组织来核实吗 抢新闻咱能理解 但是抢新闻也得讲究个章法吧 官方权威渠道你不联系 交叉核实信源你不搭理 完了以色列驻华大使馆就抛了个油头出来 那么多国内媒体就一窝风的 往一家底细不清不楚的民间组织的怀里扎了 他稀里糊涂的就成为我们媒体的权威信源了 还成了一些执子润人借机攻戒我们的油头 这种事情难道不荒谬吗 对于本轮巴以冲突我之前就说过 我身为一个中国人 对于这件事情的本身其实是没有什么态度的 我是同情巴勒斯坦人民 但是我对以色列也没有反感到 非要看到两家打起来才甘心的地步 只要这事不把我们卷进去巴以的事情 巴以自己解决就好 但其实我的心里也清楚 这么大的事情我们怎么可能不被卷进去 现实世界里的巴以冲突或许离我们很远 但是网络世界里的巴以冲突可离我们很近呢 就中国今天在世界上的定位 某个局部地区一发生了点什么热点事件 就算我们不想掺和 到头来也还是会有好事之人 会想尽办法把我们拖下水的 比如在中国社交媒体上抱怨我们不肯强烈谴责 哈马斯的以色列驻华大使馆 又比如在国外社交媒体上 也与战狼和吴京不能在危机关头 把在海外深陷淋浴的国人给救回来 这种事情想一想都让人犯恶心 但是你又不能置之不理 你要是不管吧 整个本轮巴以冲突大话题下的舆论阵地 就都被他们给占领了 最后诺亚要是因为以色列的空袭有个三长两短 信不信他们还敢把责任甩到吴京和我们的头上来 这事明明就和我们没啥关系 最后愣是能给你这些个玩意儿 把屎盆子往我们头上扣 他以色列的预备役女兵被哈马斯俘虏了 我们不帮着他们捞人成了我们的不是 一家底细不清不楚的民间组织 说我们好些中国人在以色列失联了 完了解放军不派战狼中队 过去救人就成了无惊的不是 这帮玩意儿那是真的关心诺亚和那些 或许是失联了的在以中国人的死活吗 不 他们就是借着由头祸水冬饮 想在把中国拉下水的同时抹黑中国的生育罢了 现在回过头来想想 我是真替诺亚和那些可能失联了的在以中国人感到可怜 没出事的时候 润人执子们用他们来羞辱我们 看有机会的都润了 没人愿意当中国人 也没人愿意留在中国 现在出事了 润人执子又用他们来对我们搞道德绑架 看中国人在外头被绑了 中国都不管 这种国家不认刑吗 他们也就是欺负巴勒斯坦这样的穷国弱国 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没有自己的发声账号 所以关于本轮巴以冲突的信息发布渠道 都被他们给垄断或间接掌控 所以他们才敢如此肆无忌惮 巴勒斯坦人或许是没办法在我们的舆论场上发出声音 但是我们可以 我们是中国人这里本来就是我们自己的舆论阵地 我们有什么道理把阵地拱手让给他们呢 他们说什么就是什么 他们说以色列是风贫被害就是风贫被害 他们说巴勒斯坦是落后野蛮就是落后野蛮了 他们说中国不肯站队就是给凶手拉偏架 他们说无精不过去救人就是粉红自嗨 我可去他们的吧 加沙和巴勒斯坦纳嘎拉我们是管不了了 但是我们的舆论阵地我们还是要管的 不光要管而且还得管好 我不希望有朝一日我们的社交媒体平台沦为西方舆论霸权下的孤岛 就如同今天被以色列囚禁起来的加沙和巴勒斯坦人民 他们闯进来用刺刀把我们刺死了 冲着我们的胃寒的尸体吐口水 用轻蔑的语气嘲讽我们 看这就是奴隶 就因为我们在可以抗争他们的时候 没有和他们抗争到底 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